《新约圣经》 《贴纱罗尼加前书》 五章五到六节 使徒保罗在那里与基督徒说 你们都是光明之子 都是白咒之子 我们不是属黑夜的 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我们不要睡觉 像别人一样 总要警醒紧受 保罗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 在《新约圣经》 《希腊原文》里 里面是很少出现的 一共只有六次 就是紧守这个词 如果你熟读中文和合本《新约圣经》的话 你会反驳 不是呀 我时时都会看到紧守这个词 不止六次 没错 你对 不过中文版翻译成的紧守 在《希腊原文》的《新约圣经》 并不是同一个词 都会包括《希腊原文》的看顾保持 自制圆物归还的意思 而使徒保罗在这节经文所说的紧守 在《希腊原文》是指百毒不侵 那又为什么要用百毒不侵的紧守 来圆练基督徒呢? 圣经学者认为 保罗想强调基督徒是光明之子 已经活在属神的生命中 和永生的国度 虽然我们还是生活在世界上 而世界又是黑暗有罪的 但是我们已经被救赎 不可以被世界影响 所以我们要警醒 保住我们光明之子的身份和生命 不要被世界上的罪恶毒素侵害 不要导致我们对神的光明麻木 沉睡如死 不知道你听到之后 有没有感受到保罗的用心呢? 亦都被提醒了呢? 大家好,我是钟妙龄 欢迎你收听《爱说两分钟》 我们十分期待你的回应 请在下面留言 或者发电邮到 52mtalkatgmail.com 是52mtalkatgmail.com 愿神祝福你 感谢观看 微信心 我们的内容 不赞 准备 它对 如果不准备 真的被人找到 一些 不准备